中華職胞32年的賽況 在台中進行的龍象大賽 現在來到了八局下半 魏雄隊決定更換投手 要把五奪 很像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八局料任九直 天車淳衣 去兩場都有出賽 沒有被打者上壘 十九顆 一號兩位選擇的一條道路 正面對決打到了游擊防區 真的是弄了一下撿起來 再傳一個彈跳進 首套一雷承縮 Safe 對正確的判決 這不要去白費了選手們的努力 最後這個時間點 到底是腳快還是球快 這個角度看起來 腳好像是快了一咪咪 打得強勁 打得強勁 當然是對正傳算來說 漏掉第一下 還有機會能夠彌補 但畢竟是傳了一個一彈球 我 同主 現在把耳機拿下來 比出了安全上壘的手勢 所以 今天 葉劉昌教練 兩次挑戰都以失敗收場 決定要敗出短棒點 要讓壘自己下車來處理 但是壘雷這邊露空城啊 讓妳接接接接 接 現在 不可以 請我想要去走走 第一彈的手 手腕 零尖尖 先 也會有很大的效果 最差就是這樣 接下來只會變得更好 這個變化球跟得還不錯 但飛行的距離還不夠遠 郭天信往前奔完成了截殺 現在就是需要一軍有更多實戰的雷 內角球投得非常靠近球 一好一壞 直球的對決 這個球打高了 在左也比較前的位置 現在已經就定位 陳秉潔完成了截殺 三突局結束了八局下半 忠信兄弟的進攻 歡迎回到來的電視以及CPVLTV 九局下半 衛球隊在四分領先的情況下 把日籍終結者田澤淳一給拍了上來 這也是在美國職棒大聯盟 留下奪冠紀錄的男人 過去在效力於波斯洛洛洛洛隊的時候 曾經跟著球隊打進世界大賽 而且成為優勝 今年也是魏雄隊在季前網路 屬於重量級的洋將 過往田德純玉在擔任 終結者的經驗是比較少一些 不過也看得出來 葉莊教練對他的信任 裡面31的表現 他整個外槍掉 比較像是變速球的軌跡喔 當比賽的攻擊火力來看的話 今天是有點熄火 或者應該說這個 我絕對會讓球迷討論蠻久的 兩要兩壞 這一幫打到了左半邊 陳秉潔往邊線移動完成接殺 打第一球中間方向 結果李凱威迅速的移動過來 四傳三的刺殺 兩人出局 不想的話當然明天潘志豐是很有可能是 以先發二連手的身份出賽 游擊方向考驗曾傳森 單槳歸到地上起身 這麼傳球結果船高了 出現了爆船失誤 這下子打擊的江戶宇要繼續再往前推進一個壘包了 好像今天真傳聲好像在傳球的部分有點小 天著淳衣來到中華之方一軍的首秀 同不同意哦 放不放棄 你好兩壞壞壞 超市好鎖定速球出手 四個球卡納就不送球飛行 但距離還不夠遠遠 在中間方向的紅土群 招到紅衛隊接殺殺 三抽局比賽結束 現在回憶中 小夏天總是留下一個一層 對 冬青啊 看完影片 不要忘記給我們按一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朋友 幫我按一下訂閱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露間每隻精彩影片喔 好